萧鼎兄便和萧家族人 安心待在这儿吧 帝都是皇室扎根最稳的地盘 就算是云兰宗 也不敢放肆 谢过海老 雅妃小姐和米特尔家族 若不是你们的援助 恐怕整个萧家将就此覆灭 我答应过萧衍 在他离开迦马帝国这段时间 会好好召开萧家 我不轻易许诺 一旦许诺就一定会兑现 海老 内院已经收拾好了 随时可以入住 若是缺什么 萧鼎兄不要客气 尽管说 当年我在乌坦城 也多亏了萧家照应 还是尽快请炼药师工会的炼药师 前来检查一番 也许 谢过雅妃小姐的好意 只是万一走漏风声 怕是会引来祸断 为何心血会如此不念 也不知 萧莉是否找到了三弟 我 炎镜 这里的无形火焰究竟是 这是地底深处 陨落心炎的负重 他将你吞掉之后带到了此地 老师 你怎么样呢 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小家伙 你在这里已经将近半个月时间 这期间陨落心炎一直试图炼化你 或者说是你体内的青帘地形火 你昏迷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用古灵轮火防御着 不过消耗太大 我也坚持不了多久 到那时只能依靠你自己了 老师 那要怎样才能逃离这里 为时也不知道 在这里 陨落心炎的力量几乎是远远不均 若他将这火焰球放开 恐怕你立刻就会被岩浆吞噬 就算你有这一火 也支撑不了到达岩浆之外 难道 我们只能等死 小家的耻辱 需要我去洗刷 失踪的父亲 需要我去寻找 还有 我答应变成强者出现在他面前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小家伙总是这般斗志昂扬 既然如此 我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记住 我的古灵冷火还能坚持三天 三天后 我会将剩余的灵魂力量灌注于你 而我也会陷入沉爽 之后 就全靠你自己了 希望等我苏醒之时 能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学生 老师 放心吧 弟子还答应了 要给你炼制可容纳灵魂的躯体 又怎么会把命丢在这里呢 小家伙 加尽休养吧 老师忘了你还有这个宝贝 有了这连台 或许逃生机会能大胜一些 在我沉睡之后 你若坚持不住了 就将那枚地灵弹扶下吧 能让你多扛一些时间 小家伙 这或许是你的一个劫难吧 但我能预感通 你若能顺利渡过 必将推荐花蝶 成为真正的强者 硝烟这人就是我出风的 这下好了 把小命也给玩完了 短命的家伙 真当自己是英雄了 硝烟创立了盘门 是我们当之无愧的门主 在内院病离覆灭危机时 是他挺身而出 抵御来犯的黑脚鱼强者 在生死瞬间 他不顾个人安危 拯救了内院 也护住了我们大家 虽然硝烟不在 但他一手创立的盘门还在 盘门门主的位子 会永远为他保留 我们要让内院每个人都知道 拯救大家的英雄是 硝烟 没有硝烟的盘门 就像没有利齿的老虎 仅靠虎家和吴昊 可是守不住那些火能的 非得让他们把药材铺子 吐出来不可 跟我来 之前和盘门不对付的那些家伙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我倒要看看 哪些不长眼的家伙 敢对盘门出手 以后就由我 强绑第一的子言 来代替硝烟 守护好盘门 谁敢来挑衅 就别怪我动手 谁敢得罪这姑奶奶呀 大长老 你已经探查过这么多次 都没有找到硝烟和陨落星烟的踪迹 我想 通知所有长老 将进入最后一层的大门永久封印 是 参加袭击内院的那些黑角域强者 都调查清楚了吧 全部调查清楚了 一个月后聚集人手 我们一个个找上门去 内院的耻辱 我要让他们加倍偿还 是 小颜还有个二哥在黑角域 暗中派人保护一下 就当 还那个小家伙的恩情吧 小家伙 我即将达到极限了 老师 辛苦了 再过一会儿 就只能靠你自己来抵御 硝烟了 希望你能熬过去吧 竟然是 听天命吧 时间到了 立刻准备 小家伙 希望你能熟你倒过去 我们师徒俩的命 全在你手上了 老师 学生不会让你失望的 担心 Como Garrett 小கள 皆さん 学生果 不 我 我们 没有 我的 看到 询 能 可以 没想到 岳母心眼镜如此可怕 难怪连老师都忌惮不已 岳母心却避霸 是谁胜是死 体贴有命 我要命 就冲坏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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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天蟒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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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王陛下 我差點 把您給忘記了 眼睛 不要了 這是哪兒啊 雲落心炎誕生之地 我被他的本體吞噬後 你和我 就被困在這裡了 真後悔 當初沒有直接殺了你 我也不想來這兒啊 女王陛下 我們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不如 聯手突破這雲落心炎 然後逃生 您 看如何 嗯 這裡是雲落心炎誕生的地方 他在這裡的能量幾乎源源不斷 想要硬闖 可不太容易 小心 你體內那個老傢伙呢 讓他出來 否則憑你的實力 就算我們聯手 也破不開這一火 老實 已經沉睡了 開死 殺了我 你也出不去 哼 本王什麼險經沒遇見過 不可 若是就這麼破了 雲落心炎的封鎖 外面裡連江海洋 立刻就會湧進來 本王 就不幸打不破你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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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蠢女人 把雲落心炎給激怒了 不不 該死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 它什麼時候進入我體內的 不 不 這次 真的要完蛋了 該死的火焰 這個白痴女人 難道不知道雲落心炎 對靈魂體上還巨大嗎 雲落不能徹底染去身體 那火焰 可是能直接住手靈魂的 這罐刀不過去的話 恐怕就真的要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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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 對不起 我 千里 啊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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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我还要活着 怎么 我体内的经脉 不管是韧性还是容纳度 都比以往有了飞跃的蜕变 斗晶呢 斗气怎么都消失了 这些斗气 竟然不容气旋运转 直接从体内各个部位涌出 斗气化意 老师 看来天不绝我们仕途 那剑 不见了 所有的丹药和药材 或许 这便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吧 看来这灵魂融合 还是美杜莎女王占据上方 不过她们本就一体 吞天蟒因她而生 她也因吞天蟒而活 这女人虽然喜怒无常 但之前也多次帮过我 希望她们可以挺过这一关吧 不好 这星火烧得我暖洋洋的 并没有以往的破坏和剧道 难道未收习惯了 既然星火对我无法造成伤害 那是时候讨债了 怎么回事 看样子你火力不足啊 想要内外夹击 只靠这些老把心 可不管用了 这荧光究竟是什么东西 连星火都惧怕它 虽然不知道我沉睡时发生了什么 但这将是我对云露心炎反攻的最大仪仗 这难道才是云露心炎的本源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接下来我们该换换了 想跑 看样子 雷毒沙女王即将彻底掌控身体 那他就真正计算为斗宗戒备的超级强者 是时候融合两种一伙了 要是 报告学生电话成功吧 成与败就看此举了 在想那个小家伙 海老 您也很担心硝烟吧 他离开加玛帝国也快三年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那家伙看似人畜无害 其实狡诈着呢 海老不用太过担心 雅妃 萧鼎他们在米特尔家族有任何要求 务必尽量满足 海老 您放心 不过 经过我的调查 好像云兰宗在萧家人身上寻找着什么 萧家难道有让云兰宗都动心的东西 自从云山卸去了云运的宗主之位 重新执掌云兰宗 这云兰宗是越来越诡异了 等着吧 我倒要看看云兰宗还能嚣张多久 我对萧炎的信心很足 等他再次踏足这个帝国时 就是云兰宗翻天覆地的时刻 我有预感 那一天 并不远了 要将云若兴炎和青莲地性火香融合 才是修养文学中 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 两种义火之间抗拒心情如此之强 难怪零鸟师顶多只能掌控一种义火 若没有文学的话 想要将他们融合 谁会因果自焚 成功了 第二种义火 陨落心炎 终于成功了 当年如丧家之犬一般 被坠杀出加玛帝国 甚至听到家族被毁 也只能咬牙将这份耻辱 吞进肚中 所有的隐忍 只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等待了太久 去吧 去吧 怎么回事 难道是一火相容的后遗症 当初老师提过 一火融合会出现一些问题 难道这种邪恶我 该死的 你原来出问题的是这东西 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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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算账的时候到了 快走开 没人可以命令本王 没想到你竟会玩火刺 这鬼东西究竟是什么 只要静下心来 不被这邪火控制 一会儿就能无恙 去去邪火 本王这就将你 这下糟糕了 老公 老公 有些不对劲 黑猛的人也敢动 找死不成 怎么回事 黑猛不会放过你们的 死在我手上的黑猛的人 已经有三位输了 小燕子 那 放心吧 在我残活的这些时间里 我会把他们全部带入地狱 女王陛下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等我说过 贵子实力后 第一个便是将你随时外断 这事实力 我小燕死不东西 只是 这条面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 还有太多没有完成的事情 如果女王愿意 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给我闭嘴 死亡不惜 唯一能做的 便是严重命来 梅兔莎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难道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突破封印极为困难 若是我们联手 则要轻松血动 如何 出去后 定要让你这混蛋付出代价 刘子 刘子 你又在这里发呆啊 刘子 刘子 你说 她会不会还活着 被熔火吞噬 活下来的几率很低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心跳得厉害 好像有什么大事情 要发生一般 好在当时勋儿不在 不然的话 没想到 林秀牙 柳晴和林燕 竟然真留下来了 其他一些强者 大都离开了学院 闯荡大陆去了 林秀牙和柳晴 是想在内院多修行一段时间 林燕那顽固的家伙 说他答应了萧炎 要和他一起走 若是那小家伙还活着的话 恐怕连我也很难打败他了吧 现在还是先开塔吧 让大家修炼更为重要 大家记住 按秩序进入 不可发生争夺 否则一周之内将被禁 他中有变过 所有人 立刻离开广场 快 该死的 是鱼鹅心炎 那东西又要爆发了 叶儿 快走 快走 叶儿 快看 快走 走 小炎 终于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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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肯定死不了 萧嫣 幸好还没有离开学院 不然 可就看不到今天 这么震撼的一幕了 你也紧紧了 要不我们来比试比试 我和萧嫣 一直都没能交上手 今天就让我来试试吧 萧嫣 你以为如何 求之不得 我说 你们这是连一点 喘息的时间都不给啊 总该让萧嫣体面一点吧 是 快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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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着急 所谓何事 你不知道啊 学院有两位窦王级别的大人物 要在这里比试 两位窦王 走走走 我们一起看看 萧嫣 萧嫣竟能和林秀牙一战 林秀牙可是狼牙帮创始人 这萧嫣别是徒友英雄之名 传闻当初萧嫣还未到窦王 就能打败窦王强者 或许对战林秀牙也是轻而易举呢 这传言极可能是夸大了 不可倾限 萧嫣 是萧嫣 是萧嫣 真的是她 萧嫣学长的速度也太近人了 这实力 岂是一般队王所能比拟的 萧嫣学长可是能单挑斗黄的强者 好 大厁 大厁 今天这场比试 我看萧嫣想赢林秀牙 may那么容易吧 林秀牙恐怕只能在萧嫣手中 坚持三个回车 林修雅可是五星窦王 就算是寻常窦王 想三回合汴江之拿下 都有行困 加油 加油 小妍 小妍 不管谁出谁赢 小妍 小妍 不会放的 小妍 你可是我们盘门的首领 可别丢人哪 咱们盘门的地上们 都看着你这个 失踪了两年的老大大 加油 加油 快走 好好好 待会儿和你们睡觉 两年了 没想到一黄眼 两年过去了 你在塔底这两年 内院新进了不少弟子 我也成了长老之一 如今实力可是长进不少 你要当心了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开始 我们手的身影真是变坏茂测 完全看不到他的移动的技啊 小妍 小妍 这速度 这速度真是太惊人了 小妍 这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一火 今天正好可以试试 这碧玉火焰的威力 生云 一招 一个五星斗王 在小年手中只坚持了极为简单的一招 灵学长 承让了 两年不见 你竟强到这般变态的地步 我只是占了一伙的便宜罢了 灵学长可不用妄自飞薄 刚才你手中那团碧绿火焰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也未曾看你施展过 大长老 阁下既然来了 又何必藏头鹿尾 鬼鬼鬼祟祟 他是谁 真的太美了 真是太美了 好酷 太美了 是这个 阁下究竟是何人 我为硝烟而来 与你无关 你认识他 有点过节 你这家伙 怎么会招惹斗宗强者 真要打起来 我也不见得能打退他 等我把该做的事做完 我这条命就随你处置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这位朋友 硝烟是我内院之人 有什么过节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何必一定要动手 不要以为 有个斗宗强者庇护着你 我就杀不了你 你呀你 现在可好 被斗宗强者盯上 日后怕是有的苦吃了 大长老 还有个麻烦事 又怎么了 别跟我说 你得罪的斗宗强者不止一个 这倒不是 那个 我一不小心 把陨落心眼给 烈花了 你这个灾心 你银落心眼 你银落心眼 分出部分 交于我们 应该没问题吧 嗯 当然可以 这也算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大长老 大长老 弟子有个不情之情 你既答应不定期给内院补充陨落心眼 我当然也不能吝啬 你说吧 想请大长老帮忙找一找这上面的药材 这些药材具有恢复灵魂力量的功效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学生 想复活一个人 嗯 好 这单子上的药材 内院现存的倒是有几种 其余的 我会替你留意的 你这个好运的家伙 我内院辛辛苦苦守护陨落心眼这么多年 就连韩风费尽心机也未能得手 没想到最后 倒是给你做了嫁衣 韩风 还在黑角域 嗯 那正好 有些事 也该找他了结了 你别轻举妄动 韩风如今收拦了不少势力 在黑角域成立了黑盟 就连内院都拿他没办法 这两年来 内院找过他几次麻烦 但都被黑盟挡了回来 老实的仇 我必须报 如果大长老信得过我的话 我硝烟随时奉备 行 我先调集人手 不过 追杀你的那位斗宗强者 不会加入黑盟了 您放心 他绝不会加入黑盟 我和他之间的事 靠别人是解决不了的 嗯 那我先告辞了 等等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二哥萧丽 遇上麻烦了 好 小爷 没想到 你已经还留在学院 我当初可是说过 要和你一起去加马帝国逛逛 好 好 我回去的时候一定带上你 你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二哥 你知道我二哥的事 我之前被大长老派去 暗中保护过萧丽 你二哥萧丽 他以为你已身死 为了给你报仇 在黑角域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转召黑盟的人刺杀 萧丽的行为 引来黑盟的震怒 黑盟中有好些实力不弱的高手 准备对他进行围剿 恐怕 现状不太好 据情报 围剿萧丽的势力 是血宗宗主犯牢 他人多势众 你最好召集号人手再去 不然会吃亏 内院长老 都被大长老召集过去 准备与黑盟大战 我这会儿 还能到哪儿去召集人手 你这是把盘门给忘了啊 诸位 今天我们要和门主一起 去黑角域怎么遭 门主的二哥现在处境很危险 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 黑角域的恶势力 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 还几次来放我们迦南学院 这次 我们要迎头痛击 让他们知道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好 好 好 这些年 多亏有你和虎家进行管理 才让当年那个小小盘门 变得如此强大 盘门能有今天的实力 其实更离不开你和薰儿的影响 喂喂 别忘了 也有我的功劳好吧 对 紫妍的功劳也很大 两年不见 你怎么还没长大 还不是因为某个人 一生不肯突然消失 害我没了好吃的 好吧 那当作补偿 以后我给你练真正的画形单 好让你自由变换身躯 怎么样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我们已经进入黑角域区域 大概明日清晨就能抵达 大家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赶紫妍 我已经等不及 要喝光销里的血了 咱们藏在林子里的暗烧 已经有七八处被拔了 这里也被发现了 领头的人是谁 是血宗宗主 范老 来得好 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范老给三弟陪葬 狙杀队潜入森林 尽可能消耗敌人战斗力 其他人防御寨子 全力尽备 是 三弟 等着 二哥这就给你拉个 电背的下来 我以后会心虚不安 不行 必须得尽快赶过去 我要先走一步 你们尽快跟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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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缘分散 准备与来犯者拼死一战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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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了他 各自亮丽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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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黑盟作对 今日便先断一四肢 豢养成血奴 三弟 二哥无能 竟然连一个垫背的 都不能替你拉下来 天望我小家 是谁竟敢插手我黑盟之事 范总主 两年不见 真是越来越威风 当年让你侥幸逃了 不知道今天 你还能有那般好运吗 三弟 三弟 小眼 你竟然还没死 怎么可能 你 你没死 三弟 真的是你吗 你没死 二哥 是我 小家还有大仇未报 我怎么会轻易死了 二哥休息片刻 待我收拾了这家伙 再跟你许久 他可是斗王强者 身边还有三个斗王 我们还是先撤吧 来日方长 有的是报仇的机会 你可千万不要再出岔子了 二哥 你就放心吧 两年前让他垂死逃窜 今天 我要让他有来无回 相信我 那好吧 你放心对付范劳 我来挡住那伞 你受伤不轻 就别出手了 都交给我 范宗主 你这条老命 我今天收定了 跟我一起 取了这硝烟的性命 这女人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这女人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这次可还有人来帮你 这位朋友 你的目的可是硝烟 否则的话 不如我们联手 一起对付这小子 好 你没着资格 既然阁下不愿意 那就请便吧 这该死的女人 等事情办完 我定要想办法抓住你 让你知道本宗主的厉害 美杜莎 我欠你的 日后会用命来还 但今日 请你别插手 这份恩情 萧衍定会记住 你的命是我的 竟然真的就这么走了 难道是因为吞天王的原因 哼 押尖嘴利的小子 我们四个一样能永远把你留在这里 都收 杀了他 你竟然炼化了陨落心眼 这两年 三弟又成长了不少啊 一夜 还要命 岛 白羊 一夜 一夜 恶 一夜 一夜 找死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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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专心解决那个老娇 这两人交给我与紫妍便好 看来今天你死定了 众人听令 给我剿灭山寨所有人 王王的小子 我犯牢可不怕你 两年了 这些老手段对我没用了 小妍 我们世界的恩怨全是由你而起 若不是你杀我儿子 我也犯不着与你结怨 其实身处黑角玉这等万帝 也会有因果报应 你儿子的死 是他咎由自取 小子 你不得好死 还真是负于顽抗呢 你不要得意 得罪了黑盟 日后可没什么好下场 不劳范宗主操仙 再过两时 我自然会去黑盟 表结于韩风的恩怨 小妍 如今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想要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这 又是这种老手段 带我举起人手再来算账 到时候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万公主 恐怕你没机会回去了 受死了 好 这 prayer 无意义的混战 还是紧快结束吧 范劳已死 你们无需再战 我不愿大开杀戒 你们回去替我带话给汉丰 不是 我将上门取其性命 什么 范宗主被杀了 大家不要轻信 宗主可是窦皇强者 怎会死在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手中 正是 大家一起上 等攻破了山寨 我们宗主一定大大有赏 有冲啊 这小子 这一手也太恐怖了 还有谁想来试试的吗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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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援助之情 萧嫣在此谢过 日后若有需要再小帮 咱们认识这么久 这种客套话就别说了 以后如果我真遇到困难 肯定不会跟您客气的 萧嫣 我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千万不能忘了呀 放心吧 小丫头 你的划行单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 跟你们两个就不用客套了 二哥 这两年来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丫子 你是我们萧家最有出息的人 在我来这之前 大哥特别交代了 我们谁都可以出事 唯独你 绝对不能有事 如果不是萧家大仇未报 只怕我在得知你 生死的消息时 就会直接找出 那些人拼命 可我也知道 以我的能力 报仇肯定遥遥无奇 好在天舞绝人之路 我在一次追杀中 逃进了一处深山 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这东西 根据这盒子上的 文字描述 这里面的两颗血色胆药 可以强行让一名大斗士 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窦王界别 只不过一旦服用 便只剩三年寿命 是生丹 你竟然吃了这个 除此之外 我也别无他法 你明知道这力量 是靠透支生命换来的 为什么还要吃它 如果不这样 想要给你报仇 那得多少年之后了 不用太担心我 如今你活着 就是对我 对萧家 最好的事 萧家的担子 就交到你肩膀上了 好 二哥 你在得到这丹药的时候 可还有其他东西 这是和丹药放在一起的 但以我的能力 一直无法打开 这应该就是 施生丹的丹方 二哥 你别担心 我争取在一年之内 帮你研制出解药来 只要你能平安活着 一切都好 有没有解药 不重要 不重要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你现在先跟我回 嘉南学院养伤 两日之后 我要和韩风来个了断 见过大长老和诸位长老 萧麗在黑角域这几年 承蒙长老们的照顾 感激不尽 萧颜能为学院舍死往生 你是她亲二哥 我嘉南学院自当护你周全 萧颜谢过大长老 好了 再说今日你二哥和他手下 还要与我嘉南学院并肩作战 诸位 两年前 我嘉南学院历经劫难 遭受外人羞辱 虽说这两年 我们不断敲打 曾经进犯学院之人 但那恶贼韩风 以其耀皇的身份 组建黑盟 仍逍遥法外 唯有将黑盟连根拔起 让韩风伏法 才能劫我嘉南学院心头之恨 犯我学院者 必诛 出发 这次 便由我来替老师清理猛祸 各位 想必这两天 你们也听到了些消息 当年内院那个叫硝烟的小子 还存活于世 硝烟 那个打败了韩风主的硝烟 他不是死了吗 就连血宗宗主范劳 也死在了那小子手中 虽然我与硝烟接触时间不长 可也能看出 他是个崖子必报之人 在座各位可是都参与了 当年那场袭击 想必他不会轻易放过我 若是他来寻仇 诸位有几成把握能保下命来 韩兄 我们当年成立黑盟 不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吗 纵使他硝烟再强 那也双拳难敌四首 就是 怕他不成 大家不要启人忧天 别让他也不敢再过来 如诸位所言 当初成立黑盟 正是为了防止 迦南学院的报复 我已派人四处打探 硝烟的行动 若有消息便会立刻通知诸位 到时候不必他找上门来 我们自己便能抢先动手 盟主英明 只是 若真抓住了硝烟 我希望诸位 能把他交与我处理 作为交换 我会给予大家 一个满意的报仇 只要我能得到硝烟所修习的完整分掘功法 那极深大陆巅峰就指日可待了 韩兄 金鹰儿 可是有什么事啊 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 原来又是迦南学院那帮老家伙 此次盛世而来败事而归 没想到还敢再来 真是窃而不舍啊 能让我的海心念都感到忌惮的东西 难道是 千方即使黑盟总部封城 大家小心 城中强者不少 我已经感应到很多熟悉的气息 才短短两年 韩风竟能组建起能够抗衡学院的势力 韩风身为六品炼药师 其影响力足以号令黑脚域的一众强者 毕竟谁不想得到一枚药黄韩风的丹药 韩风交给我 大长老应付金鹰儿老 应该不成问题吧 那两个老家伙 不过是凭借孪生默契 才能与我暂时交战 并不能抵抗多久 那便好 大长老 若此大战勤住了韩风 能否将它交予我 你是在打那海心燕的主意吧 海心燕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异货 不过据我所知 烈药师顶多只能掌控一种异货 可你竟能掌握两种 如今还想继续掌控第三种异货 是否太过危险 我身负血仇 没资格去想什么事情太过危险 或许掌控海心燕 依然会让我经历生死磨难 不过 就算只有极低的成功机会 我也不会放弃 因为我知道 一旦成功 便能拥有足够的力量 若是失败 被疑或反噬也是正常的事 你这是在拿命来赌啊 以你的天赋 就算是正常修炼 也能有不小的成就 但我的目的 不仅仅是那所谓的不小成就 若有机会帮我向要尊者文声号 当年院长大人 与他有着一份交情 您是如何察觉的 小家伙啊 不要小看斗宗强者的眼力 更何况 我以前也是见过要尊者的 放心吧 我不会外泄此事 不过看你对韩风如此仇恨 恐怕要尊者当年陨落的事 应该和那家伙脱不了干系 萧嫣多谢大长王 替我收口保密 要到了 快看天上 什么 二哥 这是装了枚 小心佛怒火莲的瓷瓶 如与生命之威 只需灌入斗气 抛出即可 威力不小 你可用来防身 那你 放心 区区一个寒风 我能对付 你可用来防身 也敢来冒犯我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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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风 当年你袭击内院 今日便彻底将这恩怨了结吧 萧嫣 让海鲜燕忌惮的那道炽热气息 竟来自你 许久不见了 海鲜燕比青原地心火排名靠前 怎么可能会受他影响 两年时间 这小子究竟经历了什么 两年不见 你倒是越来越威风了吗 当年你好运捡了条命 不知道今日 是否还有那么幸运 狂妄的小子 当年你敢与我抗衡 不过是凭借借来的力量 那个老不死的 就在你体内吗 今天我会用自己的力量 来帮老师清理门户 就怕你没那个资格 孝师弟 萧嫣和韩风竟然失出同门 韩风失从要尊者 这萧嫣难道也是要尊者的徒弟 我看他们不像是师兄弟 更像是生死仇敌 你 苏仙大长老 你们大张旗鼓来封城 就是为了了结恩怨 解散黑盟 恩怨自然就了了 大长老何时说话也这般幼稚 想要黑盟解散 你迦南学院如今有这个资格吗 那便试试 苏长老真是好威风 切而不舍得来自讨骨吃 既然苏大长老执意要找我黑盟的麻烦 我等只好奉陪 不过 看在你们送礼上门的份上 我不会让迦南学院太过难堪 今天就让这帮只知道教书的老家伙见识一下 黑角域最强联盟的真本事 可别让人以为我们黑盟是想捏就捏的软式子 今日势必要一血千尺 洗刷两年前内院之乳 若是不想再狼狈而回 就都给我拿命拼了 小爷 韩风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拖住他 直指我打败金燕二楼 我虽不一定能干掉韩风 但定不会让他插手其他地方 这一点我保证 那便好 今日这场战斗 我内院是否再次狼狈而回全看你的了 别了 吟来 百分之音 别了 百分之音 处理 我就是不明白 明明我是他最出色 最满意的学生 可当年他为什么 就是不传我坟诀 如果他把坟诀给了我 我一定会一直尊重他 可惜 最后的结局 这都是他自找的 没有老师 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老师视你为己出 你却为了一卷坟诀背叛了他 说你是混蛋 都是台军体 既然视我为己出 为什么不把坟诀传给我 我与他相处那么多年 凭什么你这混蛋能够得到 你已经得到了坟诀 当然可以这般大义凛然 若你处在我的境地 你会怎么样 恐怕你也和我一样吧 龌龊之人 总是用龌龊的眼光 从来看世界 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罢了 小师弟 只要你肯将完整版的坟诀交给我 我可以把黑盟让给你 我还有很多高阶的药方 只要你提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 怎么样 哼 可以 拿你的命来换 碧绿色的火焰 你的火焰似乎有些怕我的异火 你改换了异火 师兄 老师当年受到的伤害 便让我今天替他了结了吧 当年之事 唯一让我遗憾的 只是没能得到那完整的本语 不过你现在亲自给我送上门了 过山无可救药 你这两年果然成长了什么 可惜对我没用 新燕 正在被分解 你的衣活有古怪 这家伙果然如老师所说 不管是另有术牌师修炼 都有极强的天赋 能被那老家伙看中 果然不简单 先前倒是小看了你 这家伙心机真深 连我们都不知道 他已经快踏入道宗阶层了 小家伙 这一次 你还拦得住寒风吗 你是这两年中 以一个令我施展全部实力的人 只是半只脚踏入斗宗而已 实得这么嚣张得意吗 至少用来收拾你足够了 最硬的小师弟 是 已经炼化了陨落心炎 原来如此 你用坟爵融合两种异火 这就是能分解海心燕的原因 恭喜 猜对 你又一次让我认清了坟爵的价值 只要将你打败 坟爵 星园 地星火 陨落心炎 他们都将是我的 疯子 就怕你没几个本事 小小的星火 也想对我造成伤害 小小小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师弟 看来你的实力不如你的嘴皮子硬 怎么这就开始斗气枯竭了 看来师兄我真是高看 现在高兴 是不是太早了 师兄 同样的亏会吃两次 看来我也是高看你了 出胜负 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实力 能有这样的威力 也不枉费我这两边在地底受的苦 如今的火莲恐怕比当年那次更加恐怖 该死架了 开心唤兽 不愧是半步多宗的强者 竟能凝聚出这般复杂的一火兽星 去吧 去 快找掩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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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小看硝烟了 竟能拖住半步斗宗的韩风 只是还未分出胜负 结局难料 希望硝烟能获胜吧 韩风只怕是自身不保乱 再纠缠下去 我们俩持着要败在苏千手下 硝烟这家伙 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两年前要叫我们一声学长的家伙 如今已经能和黑角狱中的一方强者相抗衡了 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 已经与修炼天赋无关了 这完全是硝烟的自身机缘 硝烟 如今的你 令我也不得不佩服 修炼子 你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进大阁 施盟主 施盟主活上来了 盟主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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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乱 这个地方就 compliments了 是硝烟 他没事 硝烟 他没事 狗狗 这家伙 真是不让人生心 少爷 你敢 坏石之徒 死有余辜 送你一刹 真是不让人生死了 拦住他们 是 啊 啊 啊 没想到 最后会栽在这家伙手中 啊 啊 啊 你的命 是我的 啊 啊 啊 你 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又要救我 就对我这么不客气 差点直接把我给拍死了 要不是这家伙突然出现 韩风这个混蛋 现在已经死透了 啊 啊 啊 恶心的男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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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帅的一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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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让韩风这家伙 最后竟死在一个女人脚下 这窝囊的死法真是让人笑掉打牙呀 啊 你是谁 岂敢管我魂殿之事 他的命 是我的 别人还没资格守 好狂的女人 这么多年敢于我魂殿这般说话的人 你可还是第一个 滚吧 今天你没机会下手 今天我的确运气不好 不过我的任务并非击杀点小的 只要确定邀尘的灵魂体在他身上 我的任意便算完成了 至于他的命 就会由魂殿强者来守 借你之力 又凭念药师的灵魂 守护还真不小 小子 小臣的灵魂就先暂存在你这里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到时候这女人可庇护不了你 魂殿已经盯上老师了 小意思 只怕不好对付 好 该死 那家伙把海星叶也拿走了 围交黑盟余孽 是 是 是 不愧是黑盟盟主佩戴的高级纳戒 竟然还有防护功能 可惜在灵魂力量面前 不堪一切 喝 好 那个 女王殿下 该死的 迟早本王要亲手了结了你 女王殿下 这次多谢相救了 阁下不知是何方高人 能否报上名来 说不定与我迦南学院还有救呢 大长老 不必担心 博与他之间 闭嘴 小爷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 我定然不会留守 这女人实力太恐怖 就连我对上她胜算都不大 以你这小子的实力 能对他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 竟惹得他要杀你解恨 大长老 这是从寒风尸体上搜到的 有海纳戒 当初寒风为这纳戒 费了不少力气 听说这其中的奇珍宝物 价值更加不菲 不过 既然是你的战利品 你就留下吧 多谢大长老 可惜海信宴并没弄到手 有优海纳戒的补偿 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 那个神秘组织 可不是寻常势力啊 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们 迟早是要对上的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趁魂殿未到 多提升些实力 日后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 诸位 寒风已死 剩下的成员不足为据 黑盟可谓是气数已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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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预料到会和魂殿碰到 所幸 现在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和老师的实力 若今日是全胜状态 定能够击退那团诡异的黑武 它将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 会和老师的顶段 不能拿来 做出事 居然没有人 那一段时间 你会想到 那一段时间 你会想到 那一段时间 我会想到 看来在地底这两年 已经彻底清楚残留在体内的落毒了 可惜 我对这医伙的操控还不熟悉 想要自如操作 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途 这种融合而生的医伙 并未列入夜火堡 总得有个名字吧 叫什么好呢 或许 琉璃连星火正适合 想到变强 就必须尽早加强对夜火的操动术 不然 何时才能去见熏儿 也许 该是打开这卷斗计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 一卷斗计 不过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这要如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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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阴绝 帝阵绝 帝阶高竟 相反为远武斗帝强者所创 共古士 凯山印 翻海印 腹帝印 阴天印 古帝印 阴印相互 武印大城 要搬将倒海 吞天弑帝之能 巅峰时期 只比天机斗机 但欲修炼此地 必至斗子王之机 否则修印不成 祸不自受 地印绝 好霸道的名字 小阳哥哥 星儿 小阳哥哥 你如果能打开卷轴 并且与我见面 那你应该已经进击斗王了 星儿在此 向小阳哥哥道声恭喜 这地印绝 是我族最高深的斗技之一 后面三印 薛儿也未曾到手 能留给小阳哥哥的 只有这前面两印了 修炼开山印 至少需要斗王实力 至于翻海印 最好是达到斗王 直接在修行 此外 地印绝是我族秘传 若是外泄 族中定然会派人前去收回 所以 小阳哥哥你要答应薛儿 你习惠之后 一定要税用 还有 小阳哥哥 熊儿想你 一切保重 他 干吗 宋儿 等我 谁也阻拦不了我去找你 习惠之后 我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人 没想到 加玛帝国竟然多了两个斗皇强者 我就知道 这家伙肯定没睡呢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了 你的伤好了吗 萧玉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 来 坐 这两年 萧玉你们过得还好吗 以后你做事能不能小心一点 直到你被一伙吞噬后 我们都快绝望了 如果你出了意外 咱们萧家的仇 恐怕就没人能报了 想要报仇 总得需要力量 而要得到力量 又怎可能没有风险 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无用 并且 我在迦南学院 不会停留太久 还是交给你们吧 你要离开 去哪儿 当然是回加玛帝国 当年的恩怨 总得了结吧 你要去云兰宗 那我也去 我想回去看看 还活着的族人 不急 还没有这么快 此次去云兰宗 必是一场血战 必须准备冲突才能出发 这次我和二哥先回去 你和萧妹 还是留在迦南学院最安全 我 我这次回去不是叹气 而是 真正的死战 回加玛帝国的准备工作 我倒是有个想法 如今黑盟解散 黑脚鱼大乱 如果趁机 把那里的强者整合起来 日后必能成为我们 向云兰宗复仇的一大助力 要在黑脚鱼创建势力 那里可都是狠角色 想要收服狠人 只要比他们更狠就行 不过 内园一直对黑脚鱼 过于强大的势力 抱有忌惮之心 我们扩建势力 难免会引起内园猜疑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必须先说服大长老 免得日后误会 若是这是能成的话 日后就算云兰宗 具全宗之力 我们也不用再有丝毫惧怕 你们两个 究竟什么来历 到此为止吗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风铃分行剑 云南宗的斗技 以黑角玉的混乱 学院永远无法强力消除它的威胁 但若让我二哥去那边 创建一个亲近学院的势力 就可以改变黑角玉的势力格局 从内部分化黑角玉 牵制其他势力 对学院的威胁 而且还可以帮你们拉起一只人马 以后好回加码帝国复仇 对不对 我这点小心思 还是瞒不过大长老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所谓赌不如输 这对学院来说 是消除威胁最省力的办法 这么说 大长老是答应了 不答应还能怎么办 如今我内院的天坟炼器塔 还需要你长时间补充陨落心眼 得到陨落心眼 是我消炎签内院的一个情 绝物拿此事来要挟之心 我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你小子就是这点不错 重情重义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 我要把她的问题解决一下 你是说那位斗宗皆别的女人吗 她究竟是何方强者 她 她是美渡沙女王 啊 这 之前我跟她偶然发生了一些纠葛 导致她现在恨我入宫 一直恨不得杀我而后快 竟是传说中的美渡沙女王 还是进化后的 你小子连这种女人都敢惹 不知道历代美渡沙女王 都是杀人如杀鸡 谁见了都要绕着走吗 现在知道也来不及了 大长老 我还有事 先行告辞 小家伙 走那么急干嘛 我还想告诉你 美渡沙固然冷酷 可一旦被人折服 那便会至死不渝 这个小家伙 艳浮不浅呐 我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现身吧 这地方不错 能让你死个清净 别整天死啊死的 我知道 你现在杀不了我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比我清楚 你虽然融合了吞天网的灵魂 却也被他影响 所以一直对我下不了手 而且 还经常跟在我身旁 不要以为吞天网 能一直影响我 我迟早能把你宰了 我们 不妨做个交易 怎么样 我能帮你彻底 消除吞天网的影响 让你做回那个 真正的美渡沙女王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六品丹药 复魂丹的药方 正好能解决 你灵魂融合的问题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帮你炼制 怎么样 什么要求 一年内 跟在我身边 不可对我有杀心 并且必要的时候 我让你出手 你不能拒绝 一年之后 约定结束 我帮你炼制丹药 到那时 如果你还想杀我 悉听尊便 只要有了复魂丹 你就是纯粹的美渡沙女王 这份不受任何东西 影响的自由 可是价值不菲哦 好 依你 那以后 我们便是同伴了 这只是一场交易 没什么伙伴不伙伴的 好吧好吧 只是交易关系 既然我们要一起相处一年时间 总不能一直叫你美渡沙吧 不然容易露馅 要不我帮你取一个 不劳你费心 要不就叫你彩琳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般配 你 美渡沙是我的名字 也是我的身份 不需要你给我换什么其他名字 那我以后就叫你彩琳了 既然已经进化成人形 怎么那么有名字 再说彩琳这名字 比美渡沙女王 叫起来亲和多了 接下来 就可以安心修炼地影诀了 海老 听您所说 这两个窦黄 似乎语云拦踪 不管来自哪里 对我们米特尔家族 都是不存善意 我们必须尽快查明 嗯 海老 我这就去安排 两人联手还打不过海波东的老家伙 这两个失败品 就化为能量负责他人吧 这些可都是你云南中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成功啊 谋大事者 何必再一些许小事 为了我云南宗的大业 这点牺牲算不得什么 既然如水 他们俩就归我了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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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次的经验 你所需要的窦黄战力 想必很快就能实现 届时 你也该准备对肖家那些愚拟动手了 米特尔家族可是帝国三大家族之首 但凭这几个窦黄战力还不够 我得再给他们配配一些人手 才有一击毙命的把握 这种数量的斗气竟然还不够 这开山印还只是第一印呢 再来 想要发挥出开山印的威力 就必须让体内斗气的运转 与手印的结成在同一上海间完成 动作 并会像先前那样 因为配合的刀位而瞬间消散 到处为你下架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开山印 这第一印就已经如此难修炼 后面四印修炼起来 不知有多恐怖 还有很多事要做 没有时间这么休息 要来山印 我就不信学不会的 也 colon了 有些东西 叽CI 有些蛊 perf Ruorar 有些东西 不 Carolin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狂尸邦 天音宗 罗刹门 哪个不是黑角玉响当当的一流势力 当初 黑盟想拉我们入火 我们礼都没礼 寒风还不是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黑盟没了 封城里应由我们接手才对 哪里轮得到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萧门 在我们面前成大王 大爷 我说了半天 这事到底做不做 不然我们狂尸邦自己动手 到时候你们就别来分一杯羹 听说萧门最强者是个斗王 不错 封城在寒风死后 便是再无其他势力敢禁足此处 这个小小的斗王都替我针空子 大家不都在等着看 嘉南学院会有什么反应吗 不过 这萧门在封城蹦得这么久 嘉南学院都没有动静 想必是已经放松了警惕 不准备再插手黑脚衣的闲事了 既然这样 那封城这块肥肉 我们当忍不让 既然是不错 可以 我 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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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计 不愧是地线高级的武器 前几只是第一印小厂 威力不想练分深了尺 然后有人对战 又多了一张底牌 采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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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采离 采离 闭嘴 采 采 我们得去黑角域一趟 别想让我给你当免费的打手 我要是不在了 就没人能帮你练制副魂丹了 三位 我清除黑角域拳头为大 你们实力强要萧门交出封城也行 可惜我并非萧门的首领 三位即便要我们离开 也得等我们的首领回来再说 紧紧紧歪歪 哪来那么多废话 现在老子可不是在和你商量 或者就别走了 老夫好久没有折磨人了 想让我萧门滚出封城 寒风都没这资格 你们也配 这位朋友 这是我们与萧门的事 坏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我管闲事 在黑角域中可不是最明智的举动 在下萧炎 是萧门的首领 何来外人一说 萧炎 你就是击杀范老和寒风的萧炎 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但他们二人确实折瘤无数 难道三位此次前来 是为他二人讨公道的 行了行了 我这人性子实 素不喜欢拐弯抹角 萧门主 你也清楚封城这块大饼利润丰厚 足以令任何人养红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原来三位是想来抢我萧门在封城的掌控者地位 杜 杜 杜宗 杜宗 小门主 今天的事其实是个误会 对对对 误会误会 封城既然归萧门主所有 那我们自是不敢冒犯 今日回去后定会警告其他人 日后不要再行愚蠢之事 那就有劳三位 啊 还请萧门主 不要将今日的冒犯放在心上 天色即晚 我三人就不便打扰了 他日定会登门谢罪 三位请留步 小门主 莫非你真要赶尽杀绝不成 这下是三位误会了 来者是客 既然三位对封城这么感兴趣 我们不妨做个交易 这 萧门主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有一个仇家 势力不弱 虽说如今我的势力已有把握与之抗衡 但为了万无一失 我还需要一些人手 我只需要三位 到时候能助我一臂之力便可 不知萧门主的仇家 是大陆哪方势力 云兰宗 云兰宗 似乎有些耳熟 莫非是 位于加玛帝国拥有斗宗强者作战的云兰宗 黑椒鱼和云兰宗相隔万里 况且还有斗宗强者作战 就算有我三家相助 萧门主这仇只怕也不好报 几位放心 我不会让诸位白做 之后的封城 你们三大势力各占一定量的份 并且云兰宗除了斗宗 陆宗云山外就只有一位斗皇 其他长老则不足为局 果然是一群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 黄极丹 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三弟 是那个能让斗皇强者在短时间内 提升一到两星的黄极丹吗 不止如此 听说提升后的残余要力 还能顾经练骨 让服用之人得到一次强化身体的机会 哪怕在六品丹药中 黄极丹也堪称颠峰级别 莫非萧门主手里有 我会练 什么 你 这是 医养我 实不相瞒 在下正是一名六品没有师 也刚好会练至黄极丹 三位若是能够答应我的条件 三位若是能够答应我的条件 事成之后 除了封城三城奋力 我还会奉上黄极丹 你 好 一切便以休闻所言 一切便以休闻所言 今天多亏你了 若非你在 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屈服 真正让他们屈服的 是你的六品炼药师的本身 我只是在旁震慑罢了 想让我帮你对付云山 你还挺懂我 可我凭什么帮你 难道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放心吧 你若是不想出手 我也不会强求 到时候你作弊上官也行 别以为说这种话就有用 我可不会随便当别人手中的武器 也犯不着因为你 而去招人一个斗工强者 好 三弟 他到底是谁 亏你能忍这么久才问 他便是蛇人族的美毒杀女王 什么 你说他他他他是 要保密 三弟 这次去云兰宗 如果得他相处 那不是 他拒绝了 这 太可惜了 没关系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二哥 帮我个忙 我这段时间再筹备一方丹药 虽然苏大长老 帮我找到了这上面大部分的药材 不过还缺这两种 你能想办法找到吗 阴神花火阳灵液 这两种药材我听都没听过 想必价值不菲 你放心 只要能收到这两种药材的消息 抢我也会给你抢回来 好了好了 别这么粗鲁 这些丹药都是韩风之前炼制的 品阶不低 二哥你先拿去 想办法卖了 应该能换一笔不菲的刺剂 你好好修炼 这些杂事 交给哥哥我来做就行 你是我们三兄弟中最有出息的 不该被世俗困住 有点想大哥了 来 干 好 来 来 我来通知他 你快去通知三弟 记住 我们可以死 但三弟不能死 别太担心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三弟 我这就去安排你的事 放心吧 二弟 三弟 你们还好吗 韩风这家伙 在黑角域作威作福 得了不少宝贝 只是没想到 最后都落入我手里了 这里正好能凑起一副 炼制副灵子弹所需的药材 当初能从云兰族的追杀下逃出来 少不了海浪和米特的家族的帮助 可惜 一直没有机会回报他 既然负灵子弹的药材齐全了 那就先把海浪练使吧 我相遇 可不好交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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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顶果然是难得的宝贝 竟然能掩盖六品丹药带来的异象 只怕和老师那尊黑顶一样 同列天顶榜之上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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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敲门了 没事 找我合适 我准备办一场丹药拍卖会 让价高者得 这肯定比直接卖出去更赚钱 能让丹药必义最大化 好主意 那我这就让人往外放话 把声势煽动起来 不过 当初黑盟的那些成员 恐怕也会闻风而来找麻烦 特别是那金鸣二脑 他们既旦嘉南学院 可对我们却是丝毫不去 二哥你只管去做 不用担心这两人 其他的事交给我 听说这肖门是近期才出现的势力 一出现就入住封城 来历神秘啊 是啊 这肖门到底什么势力啊 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 诸位 在下肖门掌势人萧丽 今日在封城 首次举办拍卖会 若有什么怠慢之处 还望诸位担待一下 这就是肖门掌势人 区区一个窦王而已 怎么可能压制得住三大势力 就是一个窦王啊 别敢现成说是 这肖门也太不难黑脚玉当回事了 黑脚玉可不是一个窦王能说了算的地方 如果光靠你 那这场拍卖会 我看也没有举办的必要了 小子 还是让肖门真正的首领出来吧 韩风再怎么说 在黑脚玉也有着不菲的名声 他的城市 还轮不到你这样的小辈作主 赶紧滚下去 你还没有自个阵在那里 救命啊 走吧 你先别在这儿了 丢人家 你先下去吧 好 萧门地盘上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 和二位来指手画脚 诸位 萧门首次举办拍卖会 可不想多生事端 望各位体谅一耳 小言 你杀了韩盟主 还敢在黑脚玉样舞扬威 他就是杀了韩风的那个硝烟 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啊 我还以为 至少得是和静音二老 差不多的年轻啊 二位 既然韩风死于我手 这座藤池 自然也就归我了 黑脚玉本就是个 弱肉强食的地方 二位在黑脚玉多年 想必不会连这个道理 都不明白吧 你 这封城是黑盟的东部 韩盟主虽已身亡 但我二人身为黑盟成员 有权受回封城 自然不会认你再次撒野 你萧门最好乖乖撤出 否则 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 自古以来 城王败寇 韩风战败而亡 黑盟也随之解散 而我作为胜利者 接收这座城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两位若是不满 尽管动手便是 黑脚玉中没有公平 只有胜败之分 今日便让我们带起韩风 了结仇怨 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 我本不想破坏我萧门首次举办的拍卖会 但你二人一再得寸进尺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好狂的口气 今日苏谦以及内院强势未在此处 你也配给我们这般说话 逮了这小子 我们两手将将门特定清理了 奉承可不能够在这些家伙手中 这两个老家伙要倒霉了 麻烦了 让这两位安静一些 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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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 这不是一脚踢死汉风的那个冷血女人吗 就是她 华成辉我也认识 她不是在追杀小爷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帮她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若与她动手 小命难保 要么 狗一波 狗一波 金老银老 封城可是黑盟的总部 绝不能落在这小子手中 只要两位一声令下 我们兄弟就立刻动手 保证半天之内塑清所有小物 没长眼睛的闯祸 汉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 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 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萧门主说得对 即使你干掉了汉风 那封城自然任你处罪 这两个老家伙还真是不要脸 既然二位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若两位长老还有雅兴 不妨参加完拍卖会再走 好 一定 一定 诸位勿怪 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接下来便开始今日的正戏 丹药开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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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 不要再冷折一张脸了 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 有一些受吞天蟒影响的缘故 绝不会以为 你真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其实我们之间也没多大的仇恨吧 当初在地底 若不是你当年带走吞天蟒 我就不会有如今的麻烦事 更不会 现在你竟然还敢跟我说 没有多大仇恨 好 抱歉 但你与吞天蟒同为一体 应该能看到我对那小家伙并无半点怠慢 连半生紫金元这种稀罕我 都给他荡水一样喝 小家伙 给你紫金元 又是吞天蟒的回忆 你有这拉扯旧式的先情 还不如赶紧给我炼制复魂丹 约定的一年时间期满 我若见不到丹药 你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头疼了 三弟拍卖会完美结束 后面我会派人尽快收集起你所需的药材 多谢二哥了 有了这些药材 老师的苏醒不远了 这次还行老师恐怕会有着不小的动静 在这无尽深山中倒是再好不过 即使动静再大也会被山峰给遮掩 彩琳 麻烦了 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扰我 你拿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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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消炎今日便拜你为师 不知你老人家怎么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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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药老 我 你拿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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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不好 老神 终于烈火完成了 这些药子不愧为天才地宝 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烈火 我这样最好 可以对老师的灵魂 有着更为强大的帮助 两年了老师 终于可以再见到您了 已经两个月时间了 这种程度的挥霍 你如果继续熬下去 恐怕就得等别人来救你 怎么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是担心你死了 那抚魂丹恐怕又要落空了 你放心 抚魂丹 一定会交到你手上的 你万不利 她的私货关我何事 我竟然会与她说这种话 我把你也不得照顾 你也不得照顾 我给你 你也不得照顾 我怕我 你还要过 你还不得照顾 你还能放月 我还拿到期限了 就差一点了 千万不能功亏一刻 自寻死路 老师 我为什么还要去救他 这种家伙 死有因果 混蛋 算你好运 一年之后 我亲手取你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rCat 艺术 监贷 监贷 是谁 滚出来 美杜莎 你想取老夫弟子的性命 可先要问我老夫子弟不同意你 是你 没想到你竟然能成功地 以吞天莽的灵魂相融合 看来我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你也不差 睡了两年反而实力大增 灵魂力量更加强横的 既然你已经融合了吞天莽的灵魂 为何还留在硝烟身边 我留在这里与你何干 当年硝烟那般如我 你这老家伙也脱不了干系 我没找你的麻烦就罢了 你还敢来管我 好个牙筋嘴利的丫头 老夫纵横大陆时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奶呢 不过老夫没时间跟你扯皮 等我将这小家伙弄醒后 再找你擒 い hell 这小子体内的肚气都枯竭了 两年不见 没想到小家伙的力量竟然已经强悍如丝 也不知实力到了什么界变 这妖顶怎么看起来像天顶网上记载的万寿顶 看来小家伙这两年日子过得不错 老师 两年不见 您还好吗 老师 两年不见 您还好吗 为时好得很 倒是你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只要老师能平安醒来 这点损耗不算什么 彩琳 多谢相救 就到你的不是我 是他 并且我只不过是怕护魂丹没有着落罢了 没想到这美杜莎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之后 实力竟然经济如此之大 恐怕就算是现在的我 想要胜她都不会太容易啊 老师不用担心 我和彩琳有一年之约 这段时间内她不会动手的 彩琳 我给起的 用你个小鬼头 就是鬼主一朵 这等心狠手辣的女人都能降服啊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女人桀骜不逊 驱使得当自然是绝好的助手 而一旦实力 恐怕第一个就把你给吞了 为师传你几副药剂 老师 您睡了这两年 实力似乎够为精进了 唉 算不得什么精进 只是恢复了当年的一点实力而已 想要完全恢复的话 怕是得先解决身躯的问题 唉 那陨落心炎 被我练话了 哼 好小子 就知道你不会让人失望 老师 那个叛徒 也被弟子给清理了 多谢了小家伙 只是 那日韩风死后 有魂殿的人现身 将他的灵魂给抢走了 魂殿的人 嗯 那恐怕 韩风很可能没有真正死亡 老师的意思是 魂殿会助其复活 嗯 不过 他已经死了一次 倒不必过于在意 最令人担心的 还是魂殿这帮诡异的家伙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 把我的灵魂提在你身上 日后定会派出强者追悟你 兵来将的 等他们找上门来再说吧 而且我父亲的失踪 也与他们有着一些关系 来了正好 嗯 魂殿饶命 我与魂殿不顾让人相识 我魂殿堂堂尊上 只不可能赢你这条楼里相伤 后出后间 我都知是火 多年前我曾与他合作 谋害过我的老师 并且我身上有他想要的突袭 只要得到此物 他一定会终于加上于你的 其实你也是我 真是混蛋 你若胆胆起门于我 我会让你去 失望 失望 并非终结 果然融合成功了 老师 我如今已经融合了两种异活 可以为您炼制躯体了吧 再加上我这古灵冷火 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但炼制躯体的材料是所罕见 所以 这是极怪 需要哪些材料 我如今在黑角域 也有了些势力 或许能搜寻到 这些东西可不是靠人力搜寻就能得到的 好吧好吧 其实要的也不多 最主要的只是三种东西 好 第一 神古龙血丹 七品顶峰甚至能够踏入八品之列 第二 七阶魔兽精髓血脉 可谁想要得到此血脉 便必须击杀一头 足以与斗宗强者相平提的超级魔兽 第三 一具斗宗强者的骨骸 一些不弱的势力中可能会有 不过 你若敢去逗别人祖宗尸骨 恐怕人家会脱家带口的来找你拼命 唉 这三样东西 嗯 你怎么了 生古龙血丹 七阶魔兽的精髓血脉 斗宗强者的骨骸 唉 这些东西即使极难弄到手 所以我说你急不来 你能有这份心 我便很欣慰了 放心吧老师 我气下来了 日后想尽办法 我也会把这三种材料弄齐全 等你真的炼制出躯体 待我融合后 实力应该会比当年巅峰时期更强 如果真有那实力 就算是去你那小女友族中为你提亲 他们也会正事与我 都剩其变他们方才会正事吗 好了 不用想太多 以你的天赋 时早能够具备配上你的小女友的资格 二十岁的窦王抢着你 虽不敢说赌你一个 但也足以傲视无数人了 老师 还有礼室 这是 这便是师生丹的丹药和药房 是我二哥偶然所得 你 别告诉你二哥吃了这丹药 有 当时我二哥以为我身死寒风之手 为了给我报仇 便服用了子丹 透支生命 身为窦王 如今 只剩一面寿命 这 怎么这肖家的咋儿们都这副德行 老师 难道这师生丹 就真的没有办法解开了吗 万物相生相克 有毒药便会有解药 虽然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过也可以试试 那便老板老师 研究一下这东西了 嗯 事情交代完毕了 赶紧安心休养了 嗯 世生丹哪 想要找到解开的方法 谈何容易 这老师 可当得不轻松啊 嗯 嗯 二位最近可见过萧妍 自从拍卖会结束后 就没见过那家伙露面了 莫非他已经不在封城了 嗯 不再最好 整个黑角玉最不待见的就是她 要不是萧门突然冒了个萧妍出来 方程现在 早被我们牢牢握在手里了 你们说 萧妍这么久没出现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黑角玉这么乱 哪天没了个洞王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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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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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年之中我已经彻底讨坏 这第二个梦或许也不远了 你倒算什么时候回去 快了 这次回去我会带上不少在黑角域中结识的强者 一举轻负云兰宗 这次不能再出半点意外 小力兄弟 当初我们约定会随你们去一趟云兰宗 可那云兰宗是有着斗宗强者的 若是没有萧门主以及那一位跟随 我们可不敢去啊 萧炎已经三个多月没露面了 什么连手功法于满 莫不是消遣我们三人的玩笑 这黑角域太过混乱 而且如今封城如此招人注意 这萧门主出门在外 可别是出了什么岔子啊 你门主的势力 还轮不到几位操心 怎么 三位是对当初的约定 还有些疑问 若是有的话 直接与我说好 萧门主别误会 我们今天只是来寻萧丽兄弟 商讨联手之事的 既然三位还有合作的意向 那就请做好准备吧 两个月内启程前往加玛帝国 事成之后 黄吉丹我萧炎会双手奉上 好 那一切便以萧门主所言 好你个小子 可算回来了 封城的烂摊子 可把我给吃得惨了 二哥 做好准备吧 或许这两月中 我们便是得回加玛帝国了 好 这一天等太久了 我接下来 还要去内院一趟 召集人手的事 便交给你了 内院什么时候 来了这么多大美人啊 实在太好了吧 他身边的臭小子是谁 他好像是旁门的首领萧炎 萧炎 内院英雄 难怪两人如此般配 原来是美人配英雄啊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走 走 进来吧 大长老 大长老 您先别急 我和他之间的事 暂时解决了 你这小家伙 一离开便是几个月 这种行为 简直能让我给你 颁个不良学生的称号了 怎么 这次回来 又有什么打算了 大长老 两个月内 我就要回加玛帝国了 到时还望大长老 能照顾萧门一二 你这小子 竟然要我一个内院之人 去帮你照看黑角玉的实力 不过以学院的实力 顺手照看下 倒也并不麻烦 萧炎在此 先多谢您的关照 碍于嘉南学院 在大陆上的特殊身份 所以在云兰宗的事情上 无法给你太大的帮助 萧炎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大长老帮我的 已经够多了 不过一些人 虽名为内院长老 可依然是自由身 比如林燕他们这种 他们私下要做些什么 内院也不会多加干涉 云兰宗在加玛帝国根深蒂固 那云山也是货真价实的 斗宗强者 若是一个大义疏 怕就再也没有了 卷土重来的机会 一切小心 小子明白了 多谢大长老 接下来你要去哪里 我还以为你一直要当哑巴呢 我们先回盘门一趟吧 头儿 你终于回来了 大家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就是啊 你可想死我了 你可看着呢 终于回来了 头儿 抱歉 抱歉 这段时间有事 没能尽到门主之责 这次回来 我会亲自炼制丹药 送给大家 太好了 丹药 太好了 太好了 丹药 你这家伙 一回来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有事告诉你们 再过一两个月 我要回迦马帝国 这么快 事情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萧家幸存的族人 还盼着我回去 不能再拖了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此行非常危险 云兰宗的实力 可不会比韩风他们弱 而且你们都走了 盘门怎么办 别人怎样我不管 但我可是早跟你说好了 你要回迦马帝国 我就跟你去闯一闯 见识一番 你的实力我倒是放心 而且你在盘门也没啥用 一起去也行 你 你这家伙 什么叫我也没啥用 那我呢 你这个家伙都能去 难道我不行 你是不是 不想给我练直化形单了 你这骗子 找我胆是不是 你真要去也行 但一切得听我的 不然我就把你送回来 还不怕你呢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在黑角域 创建了个叫萧门的实力 今后盘门学院如果毕业了 你们可以介绍他们 加入萧门 可萧门是黑角域的实力 学院对那边一向很忌讳 我就是希望萧门 多吸收一些盘门人才 扎根在黑角域 日后能缓冲黑角域 和学院间的紧张关系 这个想法 我已经跟苏千大长老说过了 等我离开后 你们可以先去帮我管理盘门 顺便了解下萧门 行 你是头儿 听你的 嗯 好了 我该去给盘门兄弟练药了 有 用 해 对 嗯 嗯 嗯 你们两个 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比试啊 你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回来了 萧云 可是就是厉害 这么快就练好了这么多药 是啊 而且品质还这么高 那浪呢 那月练药第一日 那可不是说是玩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给大家练到这里吧 走吧 萧云 来打一架 打架 你确定 我可不想挨揍 想挨揍的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分钟 就你一个 还有我灵修比较好 原来是二位长老 这两家伙啊 听说你回迦马帝国很需要帮手 就放话了 你若能打败他们 他们就跟你去见识下云兰宗 那就先谢过二位长老吧 先别蒙着信 打赢路我们再说 不 我要为剑农啊 萧云 要像朋友一样 狠狠地揍他们一段 朋友 还要揍一段 你们这两家伙 其实我早就想狠狠地扁一顿了 只是以前没这个本事而已 偷儿真要一人对战两名 窦王长老啊 又能看当年强榜上 最强三人交手了 还是一对二 头儿要真赢了 那将在内院创造一个 无法逾越的记录了 是啊 萧嫣 这次可不要留守啊 我与柳青也会全力以赴的 打败我们 我们就是你的帮手 十招之内 我就让你们乖乖地 跟我回加码帝国 十招 我就是认真了 十招 这么厉害的吗 够狂妄的 那就来吧 很好 来吧 这有强者做朋友的 就是这么刺激 第一招 你解决 这算第三招 再来 打电闭关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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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招 这小家伙竟然把三千雷动修炼到此等地步 现在可以谢谢二位了吗 你别看啊 他们平时傲得很 其实像我一样也把你当做值得一交的朋友 胡说 我可是一直把硝烟当朋友 熬得很的是这家伙 哼 哼 走 海山尽 这就是凯山因嘛 不愧是地劫高级斗技 就算是你那小女友族中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修炼的 可惜 轩儿给的地劫绝卷轴中 只有两种手印 知足吧 小子 这套地劫绝若修炼到极致 都能媲美听解斗技了 他能给你七中两印 怕也是他的极限了 不过我虽然实力大涨 但云山肯定不是原地踏步 而且元兰宗若与魂殿勾结 我必须做好老师无法帮忙的准备 要在非常之时 有独立击杀云山的力量 你若将第一印绝第二印吸灰 就有绝对把握 我 我连第一印都未能彻底掌握 何况第二印 要达到窦黄结辈才能修炼 那只能融合三种异火 施展佛怒火莲 不过这难度 不会比修炼开山硬地 我是谁 你想象中的还难 这倒是意料之中 把三种异火融合起来 莫说现在的你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我 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行 继续 尼你屡败屡战的力量 我想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 射几百次 总算把包装布 控制在两手之间了 继续 这么多天 终于有点进展了 预刺 团队 预刺 这一天 等了三年了 这么快就要走了 二哥那边准备得差不多了 这些年 长蒙大长老照顾 此恩此情 小颜莫齿难忘 小颜莫 末预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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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能如约而来 硝烟十分感谢 不过此行危险万分 与云兰宗交手时 还请三位全力以赴 硝门主请放心 我们现在可是同一条船上的 早传同臣的傻事 绝技干不出来 这样最好 事成之后几位的报酬 硝烟定当悉数奉上 那就先谢我硝门主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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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船 好 起程 前往 厦马帝国 前往 厦马帝国云南宗 我硝烟 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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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兒,還在生維持得起? 雲兒,你這脾氣什麼時候才能改一改?為了一個蕭家,便忘了我對你的栽培嗎? 老是多年栽培,營運自然緊急在心。但一個小小的蕭家,您何必對他們?這便是徹底與蕭炎,不死不休啊。 不過是個有點天賦的小輩而已,還能讓我雲山如何記得。況且這小子三年都藥無音信,怕是死在哪兒了。 我本以為你已經將他忘記,準備讓你重登宗主之位。現在看來,你還是忘不了他。那蕭家,我是絕對不會放過。 很久之前我便接到消息。蕭家慘黨就在米特爾家族庇護之下。這一次,我要他們在加馬帝國徹底滅絕。 老師,您要動米特爾家族,您就不怕會引起其他勢力不滿,讓雲蘭宗成為重矢之地嗎? 哼。一群漂亮小丑而已,哪有這個膽量。他們若敢妄動也好,我正好大清洗一次。 老師,您再執迷不悟,雲蘭宗遲早會毀在您手上的。 我放肆,你現在竟敢如此與我說話。 雲蘭宗不會在我手中覆滅。相反,我會把他帶到一個歷代宗主都未曾達到過的高峰。 還有,你最好將那小子忘掉。就算他還活著,你們之間也絕不可能。 雲蘭宗。 雅菲。 什麼事讓你這麼急,把我們都叫來? 我剛收到情報。雲蘭宗最近異動平平,似乎已經發現我們米特爾家族在庇護蕭家族人。 他們想對我們動手嗎? 他們的動作極其隱密。若非我在雲蘭宗安插了眼線,根本覺察不到。 目前只能說,很有這個可能。 雲蘭宗是加馬帝國最強勢力,加上有雲山在,果真對米特爾家族動手。 其他勢力若選擇明哲保身,到時候米特爾,怕是要獨立應對。 不管怎麼樣,家族都得全面加強警戒,做好應戰準備。 好,我等下就去安排。 還有你們蕭家族人,從今天開始,盡量少外出,以防不測發生。 抱歉,我們把米特爾家族拖下水了。 你就當這是老夫的一場好賭吧。 哦,海老是賭我三弟一定能夠歸來,並成功打敗雲蘭宗嗎? 我相信海老離營的那天,應該不會太遠。 小傢伙,我也相信你會以強者之態,回歸加馬。 二哥,到哪兒了? 哦,剛到一個叫萬炎的小國。 在一個月左右,應該就能到加馬帝國了。 這一路沒有禁擾到沿途的勢力吧? 我們一路匆匆,沒惹任何麻煩。 咦,怎麼這麼安靜?子爺呢? 那丫頭啊,嫌船上無聊,拉著彩琳往前飛去了。 沒那傢伙在耳邊吵吵鬧鬧的,反而覺得不習慣。 說來也奇怪啊,彩琳那女人兇巴巴的,對子爺卻不錯。 這段時間,兩人經常一起出去玩,感情挺好的。 她們的本體都是魔獸,可能因此惺惺相惜吧。 而且子爺那跳脫性格,又剛好跟彩琳互補。 姐姐,我打探清楚了,這個藏寶洞的主人啊, 還是一方勢力的大宗景呢,勢力達到鬥宗級別。 不過,卻是個貪婪的傢伙。 最大的愛好,就是去各地劫掠和搜刮絕品妙材。 她怕別人也打探這些髒物的主意,就把她們藏到這個荒山野裡,以為沒人會發現。 沒想到,老遠就被我聞出來了。 只要我把裡面的藥材弄到少,就可以讓校園都給我練習丹藥。 不過守門的六階魔獸,有點棘手。 解決六階魔獸倒不難。 不過動靜太大,引來不必要的麻煩,那小子又要囉嗦。 嗯。 欸,彩琳姐姐,我有辦法。 嗯。 這倒是個法子,但那可是相當於鬥黃的魔獸,你會不會…… 嘿嘿,我以前沒少跟這種級別的魔獸交手,現在還不是全虛全眼的。 好,那你小心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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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洁净 可惜还不够强 小葵 超快的快 大笨猫 你以为就扭翅膀啊 小猪 打猫咪 臭小鬼 你敢说我 别扯 子大笨猫 嘿嘿嘿 书回 现在 我看你叉腺也难偷了啊 这该死了火焰 谢谢救命 赌通强者 你我都是魔兽 我不伤你 识相的话 赶紧滚 自言 这你拿着 姐姐 拿手了 药材都在里头 那是 主人的宝贝 原来我住了你们的 吊虎离山之计 完了完了 主人肯定饶不了我的 大猫咪 你好好地魔兽不当 干嘛要给人当看门狗 像我们这样 自由自在都不好吗 你以为我不想 看那混蛋宗主 在我身上加了这道封印 叫我给他看守山洞 我能怎么办 横手都是死 我必须将功折罪 把东西还给我 这 不受束缚的感觉太好了 斗宗大人 谢谢你 还打呢 不打了 那个混蛋宗主的东西都是抢来的 活该被你们拿走 我再也不用给他卖命了 自由了 没受伤吧 我要是能像彩琳姐姐那么厉害就好了 你有无限的潜力 只是被困在这具人形身体里 实力发挥不出而已 没事 等萧炎给我练出换形单 我就可以恢复本体了 吃惯萧炎练的药 这果子真难吃 那家伙答应的事 谁知道几时能兑现 姐姐怎么不相信萧炎呢 我觉得她人很好啊 姐姐 走吧 终于安全返回了 你们俩去哪儿了 好浓的药材器械 你这鼻子比魔兽还灵嘛 这些你都收着 除了给彩琳姐姐练药外 其他的多练这些药王给我 不能全吞了 这 这是玉龙咸 其汉灵芝 你们从哪弄到的 当然是从一个宗门的藏宝洞里了 藏宝洞 你竟然带她去偷药材 你知不知道 这可能会给我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有问题我自己会解决 我可不想等到炼制复魂丹室 你有时候药材还没整齐 你 小语你放心啦 彩琳姐姐一直记得 你说过不能惹麻烦 所以都克制住 没克制她动静 我可不是为了她 你们以后没我允许 不准离开 姐姐 姐姐别生气了 二哥 我们加快速度吧 嗯 加码帝国 我硝烟回来了 到了吗 太好了 终于可以下船了 诸位 加速 小园子 小园子 飞了两个月 第一次见到你这么激动 当年我被云兰宗追杀 就是从这里逃出的 不知如今的加码帝国 还有几人记得吗 正贵官一别三年 成虽未变 但人事 相比已经全飞了吧 啊 啊 干局不对 城中有打斗气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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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叫他 走给我滚开 防力 你竟敢倒反 此事传到帝都 你全家人头都要落地 少拿这个吓唬我 我敢这样做 自然是有人支持 我劝你乖乖把兵权交出来 否则今日这城主府 将是你的葬身之地 凭你这窦灵巅峰实力 也想杀我 刚突破到窦王阶别 就这么嚣张 云帆长老 此人便拜托您出手了 云帆 云蓝洞的长老 木铁统领 你穆家也是帝国三大家族之一 若是投靠我云蓝宗 保你日后飞黄腾达 走则 今天便是你的父王之日 云蓝宗叛国 必遭不迟 我穆天乃帝国之将 降了你们 别说外人 我都瞧不起自己 十国之路 就应该为国尽忠 今日就算捐躯在此 也不能让云蓝宗轻易把这正鬼棍锁去 既然你执迷不悟 老夫便成全你这份愚衷 离开三年 没想到云蓝宗静已如此嚣张 这野心 还真不小啊 在加马帝国 还有人敢这样把云蓝宗 窦王 窦王 还有窦宗 这般恐怖的阵扰 这些人究竟什么来逃 不知来者何人 老护云蓝宗长老云蕃 毕宗宗主云山 不知各位是否耳闻 云山 何耻听过 我与他还很熟 这小子怎么这么厌守 还有那女人 你 你是硝烟 你还活着 硝烟 他还没死 云山老贼不死 我当然要活着 硝烟 木铁大哥不必紧张 当年放生之恩 在下一职铭记 少则两年 多则五年 我硝烟就会回来 木铁统领 这份情 日后 我会还给木家 硝烟 你 你真的回来了 云蓝宗弟子听令 宗主有令 见到硝烟 割杀勿论 是 什么人 你 这么多斗铃巅峰 还有他身后那些 没有出手的超级强者 这家伙 短短三年居然有了 如此大的势力 这是什么 混蛋 你可擅自掉头军队 为了今日之事 我可是做足了准备 小子 今天来了就别想走 跟我来 云蕃长老放心 今日 他们搬不起什么浪硝 怎么回事 这小子还有别的帮手 回来找云蓝宗算账 不过多带点人手紧些 小园子 外头都搞定了 小园子 小园子 云蕃长老 我们 我们怎么办 牟利 我拖着他们 你快回帝都 把硝烟回来的消息 告诉宗主 是 什么 拿命来 原来是自己想到 别让那混蛋跑了 还是我来吧 好可怕的 好可怕的 副主 就这速度也想跑 三星斗王而已 若让你逃掉 我还如何跟云山了解恩怨 小园子 你若敢杀我 云山宗主定不会饶你 云蓝宗回我萧家 这些仇 我会一笔笔的加倍偿还 云山老贼 迟早也会轮到他 不打了 我还不打了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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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铁大哥 当年之事多谢了 小园兄弟不必客气 今日多亏你们出手相处 不然 真要让云蓝宗阴谋得逞啊 想不到 云蓝宗竟想染指帝国军务 看来我三年未回 加码帝国变了不少 木铁大哥 能否与我说说如今国内情况 你们先喝茶 这些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这几年帝国 可是被云蓝宗搞得乌烟瘴气 事情得从萧炎兄弟离开后 大约半年左右说起 当时云蓝宗突然一改往日作风 开始大肆招收弟子 还将门下弟子暗中分派到全国各处摇阵 皇室和三大家族虽知此举包藏祸心 但位于云山的实力 没人敢说什么 这让云蓝宗越发嚣张了 竟干出了剿灭你们萧家的勾当 我再说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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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根本不强 是 我担心 我担心 是 即将 我是 你 我又担心 我担心 来 云帆那边可有消息 回禀宗主 目前尚无消息传来 想必是在等待时机 不过一个正轨官 竟是如此拖拉 马上传信给他 五日之内必须拿下 是 等其他要阵也拿下 我们就能彻底掌握加玛帝国 到时候 这斗骑大陆西南语 就没有势力能与我们抗衡了 那件事准备得如何了 回禀宗主 人手已经准备完毕 只待宗主一声令下 便可吃入地度 将那米特尔家族连根拔起 不过海伯东乃斗黄强者 但凭内心人手 怕是 我自有安排 你们马上去集结人手 这次 我要米特尔家族 从帝国彻底出名 是 对了 木铁大哥 米特尔家族现在怎么样 说起米特尔家族 自从滕山把家主位置 让给亚非后 短短两年多 就让米特尔家族 跃居三大家族之首 如此本事 当真是帝都翘楚 不让须眉啊 想不到 雅非姐都成了米特尔家主 萧炎日后再回加马帝国 此情定然百倍偿还 雅非姐 告辞 木铁大哥 我听云兰宗那些人 称云山为宗主 原来宗主不是云运吗 云运宗主 在萧炎兄弟离开后不久 就被卸去宗主之位了 三弟 没事 只是没想到云兰宗内部 会发生这种事 云兰宗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都是云山一手造成的 可以说 云山已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 听族中长老说 他迟早会对三大家族动手 很有可能先拿米特尔家族开刀 为什么 其实 海伯东还有米特尔家族 帮萧炎兄弟和萧家 逃过云兰宗追杀一事 在帝都 已是公开的秘密 以云山的小斗基成 要动手 肯定是拿米特尔家族开刀 这么说 我们得尽快赶回帝都才行 木铁大哥 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情况 日后若有事 只管来寻萧炎 二位兄弟 此去帝都 多加保重 保重重 看来 帝都这是要变天了 快 都快点 跟紧点 快点快点 马上就要出发了 是 是 是 快点快点 好 老师 老师 您真要一一顾行吗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三年前的恩怨 便在今日了结吧 小燕 你可别再回来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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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